我们来看一下这套题 这套题考察的是给出定点小数真值 还有机器表示 那要我们求分别是哪一种机器表示 那首先的话其实看到这个选项 我们就可以把D选项排除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乙码它只能够用来表示整数 而不能用来表示小数 而在这一道题里面 我们这些真值它首先是一个小数 所以这个D选项就可以排除掉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将这个真值负0.1101 那首先转化为我们的圆码 那我们知道真值到圆码的转换 就是数值位不变 那并且将这个D位 这个置为0或1 根据它的正负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1.1101 很明显和我们这个1.0011不一样 那OK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将圆码转化为我们的这个反码 也就是1.0010对不对 因为它是负数 那符号为不变 对数值位进行取反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题目里面的这个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呢 一下就出来了 选择这个C选项 反码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那对反码 最后一位加1 那得出1.0011 也就是补马的形式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选择C选项 这道题讲解结束